快到了 快到了 见一面 您可千万别留我 我没时间 这还得感谢三公公恩准我的驾 您可千万别留 小崽子 你可千万别晚了 娘 哥 娘 索子哥 娘 哥 娘 娘 我是青山的 我回来看您了 你们在哪儿啊 哥 哥 娘 你是谁啊 老哥 这家人呢 早没了 是李家吗 是李家呀 吃抗喝吸的 挨饿受冻死光了 你是他什么人呢 娘 我来晚了 我来晚了 起轿 我来晚了 我来晚了 亚教 起轿 起轿 我来晚了 哥 娘 我走了 嫁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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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打出去 打出去 都别停 住年 回外三爷 一个抬两Gs倒了 没经着架吧 要叫 谁倒了 一个抬两她剾 叫李清山 四爷 老爺 我沒有家了 我的家沒了 家 三女子 她回家了 回萬歲爺 她家住在西山的饅頭村 剛才奴才准 你心倒是更慈了 奴才萬死 船指 將李青山埋於西山饅頭村 喳 船指 將李青山埋於西山饅頭村 趕路吧 起 好 三公公大 這三更半夜的 三公公 這哪陣風把您給吹來了 請 您這氣色可真好 你這辦案子呢 小崽子 小偷小摸的不聽話 成您的事下 教訓教訓他們 剛打過了 那你接著辦吧 辦完了 下去 三公公 您請坐 那是你坐的地方 我不坐 這麼晚了 三公公真是日理萬機 這還來查 不查 不查 你坐吧 您別客氣 三公公您在這兒哪有小的我坐的份兒 這是你的大堂 當然是該你坐了 誰來了 也得該你坐 我呀 就坐這兒 你坐 我呀 還有案子讓你審呢 三公公您有話就說 千萬別提這個審字 小的我可擔當不起 當得起 你呀 先聽聽 我問你 這當公公的當以什麼為本呢 三公公 您這是考我 小的知道 侍奉朝廷第一 說是侍奉朝廷 咱們在內功侍奉主子 侍奉萬歲爺 侍奉好了萬歲爺 那就是侍奉好了朝廷 您說對不對 說得好 我再問你 這要是背著萬歲爺私奉下屬回家 這是侍奉萬歲爺呢 還是欺負萬歲爺呢 那當然是欺負萬歲爺了 這不是明擺著的嗎 背著萬歲爺辦事 那還了得 好 你坐下 坐 這欺負萬歲爺該當什麼罪 欺君之罪 好 來 你寫上 寫 欺君之罪 再寫 私放下屬回家之後 又害得下屬心急而死 以致經了萬歲爺的金鸾大駕 寫 寫了吧 寫好了 那這條當判個什麼 這罪可就大了 有多大 大逆不道 大逆不道 對 寫 寫上 欺君大逆 就這兩條罪行當判個什麼 一條就是死罪 兩條更是死上加死 這案子還用問嗎 夏天牢斩立訣 夏天牢斩立訣 好 寫上 寫 寫完了嗎 寫完了 把筆給我 您這是幹嘛 畫牙 您這不是要小的命嗎 這哪是我要你的命 現在是你要我的命 小的有罪 小的不敢 沒您事 是我自己該死 起來 三公公 這是您 這是 這要真是您的事 那就死不了了 死不了了 為什麼 咱們可以換個問法 換個問法 換個問法 怎麼問 總管三公公為體血下屬 准其歸家一探 不想該屬身體早有疾患 暴病而亡 三公公這是好心辦壞事 實有天意在其中 未經事由給三公公寄以小過夜 可以這麼問嗎 這不是趕上您了嗎 天壤之別 真是天壤之別 不必了 我都認了 來 把門鎖上 三公公 鎖了 鎖了 三得子 萬歲爺 三得子他走了 他走了 這怎麼講 他去哪兒了 說是去天牢了 笑話 他去天牢幹什麼 等死 更不像話了 去天牢等什麼死 三得子私自放下屬回家 知人心急而亡 再後因此而經了架 難道他不該死嗎 該 是該死 誰讓他去死的 還用別人嗎 他自己就 他倒學會神明大義了 好 死得好 對 死得好 發音我問你 三得子他們家是不是和賤人 是和賤人 他果然是和賤人 那盈盈之聲可有出處 走 咱們天牢去看看 爺 看什麼 當然去看三得子了 萬歲爺 您忘了您可是九五五之尊 怎麼能去天牢 這麼說 朕再也見不著三得子了 朕不能去 對 朕不能去 發音呢 在 朕不能去你能去吧 你與三得子相處多年 這種時候你不能不去看他吧 臣到時候會去 好 到時候你去的時候朕找便庄陪著你去 這不算錯了吧 好 朕現在要睡覺去 陪著去就不算去了 萬歲萬歲萬萬歲 朱元愛卿平身 謝萬歲 朱元愛卿 今天朕有一字不明 想與朱元愛卿探討 這孟子中 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 這個家字怎麼解 回萬歲也 此一句中的家 是指女子之夫 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 是說女子享有一個夫君 古時候夫婦之間互稱為家 家 那賀之章的少小離家老大回的家 又怎麼解呢 左大人 你來說說 回禀萬歲 此家與孟子中的家不同 此句中家為家庭家鄉姐 家庭家鄉家族家人 其家治國平天下 家不管和解都很重要 是吧 南愛卿 你有家嗎 回萬歲 有兩個 還不少 好 說說看 一個家很遠 在比利時太遠了 回也回不去了 還有一個就是在這兒 東堂子就是我的家 教友就是我的親人 聽著還怪親的 遠的那個叫家鄉 近的這個呢 也不能叫家 左大人 您呢 回萬歲 臣的家遠在祖宗龍星之地 白城 現在的家出了西花門便是 這麼說 你天天可以回家了 家好不好 回萬歲也 親人團聚家十分的好 好 你們都有家鄉可望 有家人可聚 那天下無家的人是不是很可憐呢 臣怎辦死 左大人 臣在 山傘溫布爾貪葬議案可曾辦妥了 臣正在都辦 多長時間了 一年了 一年 一年了 都辦都辦 都而不辦 這一年下來貪官溫伯還是溫伯 壽欺的百姓流離失所 無家可歸 你有家 你一日不回不行 百姓的家就不是家了嗎 朕今天要辦你個都辦不利之罪 臣罪該萬死 哈哈 朕不要你萬死 讓你嘗嘗離家的滋味 來啊 在 許下所圖頂帶花靈 放凝固塔 永不得入關 謝主隆恩 退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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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萬歲 置 REE 對 榮妃瑪家是族人 送禁被一床 成妃賀途氏 送日常銅器一套 依非郭罗罗氏 送鸡翅木架子床一张 谢谢 谢谢一位主子恩惠 谢谢一位主子天津 我散得了 谢谢你们了 散得了就是走了 也忘不了主子们对我的答案打得 我哭什么哭 我哭什么哭 我散得了在宫里混了二十多年了 这混到临死了 还有这么多主子惦记着我 有什么好哭的 不哭 你过来 爷 您吩咐 我问你 爷我现在就此时此刻被拉出去斩了 有这么多的主子惦记我 我算不算死得其所 算 要是能这么风光 小的都愿意去死了 假话 不过我爱听 去 拿纸笔刺 好 是 万岁爷 这边 罪臣三得子 欠内务府不半匹 是为去年上山西给万岁爷租不刨的所用 欠太监顺喜六斤的核桃钱 那是遗嘱子一时即用 我让他去买的 欠小桃红一盒老明斋的大八件小八件的点心 那是上回大祖书的 欠程飞房那两盒胭脂 对了 那不是我用的 那是我过的手 这个你让遗嘱子给还上 哎呀 皇上 还欠着我一顿太和楼的山东菜呢 那是上回去抓假药的时候啊 看我三得子天天煎猫尿 许下的 说苦了三得子了 到现在呢也没吃上 我看呢 也吃不成了 这条就算了吧 我欠和尚两双半的布袜子 两双新的 半双旧的 还有五两银子呢 哎呀 他都忘了 以上那钱该还的啊 都让和尚给我还上 我就他这么一个朋友 我都要走了 他连看我都不来看我 你让他帮我还点东西 这不算过分吧 你写着 你都给我写着 谁说我不来看你了 哎呦 和尚 你这丑和尚 你来看我来吧 你是来看热闹的吗 人都要走了 清清静静 有什么热闹可看呢 如风过如灯灭一样啊 你 好你个臭和尚 胜利死别的时候 你也不动传心哪 风过 灯灭 我白交你的朋友了我 哦 对了 那万岁爷可好吗 好 老您惦记着 你啊 你你这叫什么话啊你 我不惦记 那谁惦记啊 再也见不着了 回头 你帮我请个案吧 别让我请了 还是自己请吧 我罪爷 罪臣三得吧 给您老请案了 医主的 什么都不要说 要是问了斩 你回头就走 我可受不了 这这 你 你 真的斩了 没有 那就是不斩 也没有 那是个什么罪呀 也没说斩不斩 万嘴举天牢正说着话呢 小桃红 在天牢里说话 算个什么罪呢 主子 说出来 你别太那个 一奴婢之戒 可是凶多吉少啊 为什么 你想啊 我罪爷去天牢 无非是去告别的呀 对呀 要是免罪 就不用去天牢了 小桃红 咱们这可难救他了 主子 主子 您先别着急 这不还没准信呢吗 咱们再等等 三德子 你在宫中待了多少年了 应该知道规矩 你为什么要私放李青山回家呢 回万岁爷 奴才该死 那李青山的家 就在西山的半山腰 他想回家看看 那李青山 奴才一心软就 奴才该死 他是因病而死 还是因家没了痛心而亡 回万岁爷 他最后说了一句 万岁爷 我家没了 满目心伤 朕记住了他那愁苦无比的样子 上级而备 家没了 朕真有点不忍 三德子 在 朕问你多少年没回家了 只差41天 就整整23年了 你天天都在想家 不 不想 奴才从没想过 假话 朕问你多久没有回家了 你开口就说出差多少天就整整23年了 可见你在朕身边这23年是一天一天数过来的 你能不想吗 想家是人之常情 有什么不好说的 那奴才就实说了 忙的时候想不起来 闲了有一丁点想 家里好吗 家 不知道 你家可是合间 是合间 万岁爷 谢您老还记着呢 三德子 在 你私放李青山回家乃是死罪 可是朕不杀你 放你的假 让你回家看看 不敢 奴才多嘴 按宫里的规矩 宦官老了也不能回家 就是出了宫也只能住在安乐堂 再说 三德子戴罪在身 怎么可能 这规矩不是人力的吗 朕也不是袒护你 李青山的事还没有完 回来再说 朕先放你二十天假 回家看看 起来吧 谢万岁爷 有您这句话就行 奴才 奴才不回了 好了 法印呢 朕在 朕也放你二天假 你也回家看看 朕早该如此了 也算了朕的一个心愿 你们都走吧 何少 何少你给我说句话啊你 你快点过来信恩他 万岁爷下去 你哭了 万岁爷 法印他高兴的哭了 你给我说句话啊你 别光顾了哭啊你 万岁爷 万岁爷 臣自有父母双亡 早已没了家 臣 臣 不回家 臣 把你们两个都招哭了 别伤心了 朕一言计出不能收回 三得子法印停止 在 臣 给你们两个人每人二十天假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谢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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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义妃啊 奴婢在 家这个字亲不亲呢 亲啊 一个人要是没有家 叫孤家寡人 一个鬼没有家 叫孤魂野鬼 有了家 就不孤单了 可是天下这么大 有一个人却没有家 谁呀 朕 此话怎讲 你想啊 这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帅土之兵 莫非王臣 国就是朕的家 一万子民就是朕的亲人 可这个家也太大了 出了宫是家 回了宫也是家 朕不像你们 还有个小家可回 有个家乡可望可想 朕天天在国中 家就是国 国就是家 那还有一点家的感觉 想想那个太监临死的眼神 朕除了震动 还有些失落 万岁爷 您怎么想到这儿了呢 月圆风静 想着想着 就觉得自己孤单了 这宫内不就是您的家吗 太大了 一天都走不到头 这庄医院就是您的家 朕也这么想 可是呢 有人该不高兴了是吧 嫌小 您嫌小 百姓可不嫌小 是 说的是 你若问百姓 国事大还是家事大 在他们那儿 国事就是家事 家事就是国事 不是 一个老百姓家肉不像家了 他心里哪还有国 朕想让三德子他们回家看看 一是为了他们 二 其实也是为了朕